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梅的生态小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种植的乐趣吧 不知不觉到了十月初 还能继续种秋菜吗?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怎么样来种呢? 带你一起到菜地里看看吧 现在地里的下菜 丝瓜、佛熟瓜、苦瓜、辣椒、豆角还在继续 菜地被这些藤蔓遮掩着 有点乱 想要拔掉它们种秋菜又有点舍不得 那么怎么办呢? 我用剑缝插针的方法来种秋菜 白天中午的时候到地里看看 哪个位置阳光灿烂 这样就可以把这局部整理一下 或者移栽或者直播 因为采用不翻地的方法 移栽的时候直接挖个坑 将苗或者种子种进去就好 那么怎么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养分呢? 不就是采用在移栽的时候 将堆肥直接放入坑内 或者在土表面局部直接撒上堆肥的方法 等到后期收菜秧的时候 也不将根拔出来 而是沿地面剪断 这样底部的根系就会在土壤生命体的作用下降解 又转化成小苗所需要的养分 并且在浇水的时候 可以采用一些液体的有机肥来进行浇灌 那么怎么样准备种子和苗呢? 我采用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地理直播 第二种是育苗盆 育苗移栽 无论是哪种方法 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耐寒蔬菜 目前为止 如果当年吃的 我会种植一些小青菜 芝麻菜 小水萝卜等 这些菜生长速度很快 并且有一定的耐寒能力 所以应该在延冬之前能够收获 另外 我会种植一些菠菜 香菜 耐寒的豌豆等 这些菜的生长相对缓慢一些 但是 耐寒能力相当强 来年天气一旦转暖 就会快速生长 这样就大大的延长了生长期 第二 就是要种的密集一些 毕竟天气越来越凉 生长期越来越短 多种一些会减少一下 在种植和生长过程中 因为虫害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失 并且 这些小苗随时可以用来移栽 或者建苗来吃都很不错 我已经用这种方法 在地里见缝插针的种了好几批蔬菜 目前生长的还不错 如果实在没有地 那就采用直接容器种植 这样种植的好处也很多 可以将容器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天冷时也可以很容易的建立简单的保温措施 来进行保暖 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今年种植的尾巴 来种些秋菜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